从小培养孩子创客精神 大理永龙国小邀请到社区家长和毕业校友 向小朋友来分享不同领域的知识 有民众是分享自己开烘焙坊的心路历程 或是抛开课本的枷锁 找到自己的兴趣等等 希望能够让创意发想的视野从小杂根 也让小朋友对于不同领域的专业有更多认识 台上讲者分享自己创业 开设甜品店的心路历程 从在求学时期迷惘到找到自己的梦想 努力追寻不放弃 希望让台下的小朋友也能感受到满满的正面能量 这些我觉得跟团队生活啊 然后还有学校的一些活动 然后还有我在社会上遇到的一些事情 其实对小朋友可以有一点点帮助啊 然后给他们一点点启发 我就觉得也蛮值得了 近年来校园积极推动创课教学 针对不同阶段培养不同的能力 永龙国小就举办创课讲堂 邀请社区家长或是毕业校友 向小朋友分享不同领域的知识 希望增加创意发想的视野 也让小朋友及早认识不同产业的辛苦 因为我以前是不会很会读书的人 但是我后来有找到自己的一个专场 然后演变成兴趣最后可以结合工作 我觉得这部分可以鼓励小朋友就是去发展自己的兴趣这样子 我想这个就是生涯教育的一部分啊 让孩子提早认识一下各行各业 也能够找出自己的兴趣和专场 将来也能够在社会上贡献自己的力量 不论是医学烘焙或是手作等主题 透过深入浅出的演讲内容 让小小的创课梦伸直小朋友的脑海 在活动最后演讲者透过有讲真大的方式 考验小朋友的专注力 也让活动更加的活泼 记者陈昭安台中采访报导 觀光 观看 观看 觀看